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大选对中国财政刺激计划的潜在影响 根据分析师的预测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可能会大幅扩大 甚至比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的计划增加10%到20% 这不仅显示了外部政治因素对中国政策的重要性 还预示着中国可能会在美国施加关税压力的情况下 推出更积极的经济刺激措施 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立法者们将讨论如何通过特殊主权债券来应对潜在的经济挑战 并可能批准高达6万亿元的刺激计划 然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 特朗普的胜利可能会将刺激计划推向新的高度 尽管过程可能会缓慢 此外 报告还提到 北京可能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包括人民币贬值和报复性关税来应对贸易战的影响 不过 即使刺激规模扩大 这仍然被视为一种止痛药 难以根本改善经济结构 总之 无论结果如何 中国的经济策略都将受到美国大选的深刻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国际英文报纸 以其对中国及东亚地区事务的细致报道而闻名 该报道详细分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可能对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产生的深远影响 特别是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的情况下 文章指出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对中国经济政策具有重要影响 分析师预测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 中国可能会大幅扩大其财政刺激计划 以应对可能增加的关税压力 与民主党对手卡玛拉·哈里斯相比 特朗普的当选可能使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规模增加10%到20% 恰逢美国大选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为期五天的重要会议 这一巧合反映了外部环境对中国内政的重大影响 经济学人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苏月表示 根据美国大选的结果 这次会议可能会决定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和方向 如果特朗普再次掌权 中国政府可能会发出更积极的刺激信号 以减少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担忧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的预测 中国可能会发行约6万亿元人民币的特殊主权债券 以用于债务重组和大型银行的资本重组 此外还计划发行4万亿元的地方政府特殊债券 主要目标是收购闲置土地和处理未售出的住房库存 以缓解开发商的流动性问题 苏月补充说 如果特朗普胜选 刺激措施的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或者全国人大可能会做出更积极的财政承诺 然而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们则认为 尽管美国大选结果将影响北京的刺激计划规模 但这种影响相对有限 因为北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于国内而非国际因素 他们预计 未来几年中国刺激计划的规模可能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到3% 但如果特朗普获胜 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3% 在北京举行的这次会议中 立法者开始讨论潜在的刺激计划 预计将批准通过特殊主权债券向银行注入约1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 并通过债务置换发行总规模在6万亿到10万亿元之间的政府债券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而哈里斯泽在科技限制方面没有表现出与拜登政府明显不同的立场 对于仍在努力应对内需萎缩的中国经济来说 出口依然是关键的增长驱动力 美国仍然是中国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之一 高盛的经济学家指出 如果实施更高的关税 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倾向于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 以抵消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报道称 特朗普可能迅速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提出的60%关税在一些战略性进口商品上被认为是合理的 而对消费品的关税增加幅度会较小 这可能导致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上升约20个百分点 虽然低于最初的提议水平 但仍然是2018-19年贸易战期间增幅的两倍多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贸易战对中国累计GDP的影响预计为0.65个百分点 而60%的关税将对实际GDP造成约两个百分点的拖累 尽管特朗普的胜利可能导致刺激计划的规模最终更大 但这一过程可能会相对缓慢 此外报道称北京可能会采取额外的反制措施 包括允许人民币贬值 减少对美国的进口 实施报复性关税 以及限制对美国的关键材料出口诸如稀图等 根据海关数据 美国在9月份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同比增长2.16% 超过了对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的出口 来自法国投资银行Natexas的高级经济学家Gary Engie表示 尽管中国在实际财政刺激方面保持模糊立场 但他怀疑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 中国在现阶段是否会大幅提高刺激规模 他指出 北京将继续支持经济 以实现约5%的增长目标 但这一刺激计划更像是一种止痛药 他认为 特朗普的胜利可能会导致刺激计划的最终规模更大 但这一过程可能会相当缓慢 总而言之 这篇文章认为 美国大选结果可能会对中国的财政刺激计划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的胜利可能会迫使中国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以应对外部压力 而即便如此 这一过程可能仍需一段时间 然而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无论如何 都会在未来的经济规划中考虑到内外部的各种挑战 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美国大选是指美国的选举过程 用以选出政府各级公职人员 最重要的是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旨在选出美国的总统和副总统 美国大选以复杂的选举人团制度文明 其中每个州的选举人数量等于该州的众议院议员和参议员数量之和 大选通常在11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举行 当年由主要的两个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出的候选人之间进行竞争 美国大选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宪法的制定 制限者旨在建立一个平衡民意与国家安全的选举制度 选举人团制度最初的设计 是未了解决人口较少的州在选举中地位过小的问题 同时避免直接以普选方式选总统可能带来的潜在问题 这一制度在历史上曾多次引发争议 尤其是当选举人团票与普选票结果不一致时 美国历史上总统选举的演变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最初总统由选举人团选出 选举人由各州立法机构任命 然而自19世纪初以来 大部分州采用普选方式选举选举人 目前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外 其他各州军采取赢者全得的制度 即在某一州普选中胜出的候选人 获得该州全部选举人票 美国大选的历史上有数次备受关注的选举 例如2000年的布什对决戈尔的选举 因佛罗里达州的选票争议而引发广泛关注 最后由最高法院裁决决定选举结果 2016年大选中 尽管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获得了普选票多数 但最终由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 依靠选举人团票胜出 数据上 每次大选都牵涉到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选举数据涵盖选民登记、投票率、选票分布 选举人团票数等方面 过去的选举数据显示 美国的投票率波动较大 通常介于50%到60%之间 在2020年大选中 美国历史上罕见地达到了66.8%的投票率 是自19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次选举中约有1.59亿美国人投票 反映了选民参与度的增加 以及对当时社会政治状况的关注 美国大选的过程 除了涉及选民投票和选举人团的运作 还包括初选和党代表大会 初选阶段 各党候选人需要在各州竞争 以获得党内提名 在党代表大会上 最终的党提名人选被正式确定 这些过程 不仅决定了最终的候选人 也反映了党内的政策方向 和社会运动的趋势 此外 选举过程中 媒体的角色至关重要 媒体不仅是信息传递的主要渠道 也在塑造选民意见 和影响选举结果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 社交媒体在美国大选中 变得愈发重要 成为候选人传递信息 和选民互动的重要平台 美国大选不仅是一个政治事件 也是一个涵盖法律 社会 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 它影响国内外的政策制定 经济走向 以及国际关系格局 因此 每次大选 都不仅仅是美国政治内部的事物 也受到全球关注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 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 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